我和我必去 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 现在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主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下 使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宝血的救赎 我们可以罪得赦免 可以坦然无惧地回到主你的面前 可以手接心心地凭着圣洁和公义来侍奉 主啊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 使孩子口中所出的信息 都是合乎主你的心意 使众弟兄姐妹们听到了能够得到造就 主啊也愿主你的名字在我们中间被得到高举 愿主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感谢和祷告 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好 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呢 是十价载录系列的第十九讲 分辨之路 这个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 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我为大家来读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像基督所存 存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鬼诈 诱惑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上一讲呢 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一生 是走在十架载路上的行军之路 那么这条路呢 它是充满征战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仇敌 就是魔鬼 他会竭尽全力的来拦阻和干扰 他会尽全力的来使人不能得救 或者是使基督徒不能荣耀神 而这位仇敌呢 他最强大的招数呢 就是欺骗和假冒 他擅长用错谬的 是是而非 却悦人耳目的假道 来欺哄人去跟随他 因此基督徒如果对我们的 这个现有的这个处境的危险 有清楚的认知的话呢 我们就应当谨守警醒 处于低防戒备的状态 那么对于外面所听到的信息 对于我们自己心里的心思意念 都要在圣经的亮光下进行分辨 将合乎圣经的保留下来 将不合乎圣经的给他弃绝 使徒行传十七章的十一节讲到呢 这地方的人 咸于贴萨罗尼加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查考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这个地方的人呢 是比里亚人 他们给所有的基督徒 做了一个榜样 他们热爱听道 但同时他们并不迷信传道人 他们以圣经作为他们信心的根基 通过查考旧约圣经 他们可以晓得保罗所传的 是合乎圣经的 而不是他的个人的诗意 所以圣经说 他们这些比里亚人 咸于贴萨罗尼加人 咸于就是more noble 更高贵的意思 这个呢 是神通过圣经 对比里亚人的肯定 因此呢 我们很清楚看到 神的心意在哪里呢 神喜悦他的子民 以他的话语为标识 来分辨真道还是假道 因此按照神的心意的分辨 是对神的话语的顺服 和对神的尊崇 这个呢 是基督徒所应当行的 加尔文在他的一篇 加拉太书的讲道中 如此说 他说我们不能够允许一个想法 或者一个意念 不经过福音的审视 就进入我们的心中 可是呢 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现实的情况 在教会界里面 会认真省察辨别的人 是很少数的 我不说更高的要求啊 比如说 对我们所读的书 对我们所看的电影 对我们所听的这个新闻 对世上所流行的 这个潮流的分辨和识别 我只说 对教会界中 各种讲员的讲道的分辨 都是极少的 不仅仅是不上参的 而且是毫无这种意思 所以每当呢 对一些人的错谬 进行批判的时候呢 几乎是一定的 会有另外一些人 跳出来护着那些人 有一些人说 我们要有爱心 要互相包容 还有一些人说 人家也有贡献的地方 并不是一无是处 另外一些人就会说 谁都不是完美的 你也不是 这些论调呢 它都是理性上缺乏一些 关键的认知 容我一一的来批驳 当我们批判一个人的错误的时候 不等于呢 对他没有爱心 世人都会有缺点 都会有错误的地方 因此呢 你批判一个人的错误呢 远远不等同于全面的否定他 而批判一个人的错误的时候呢 是说他不爱听的话 希望他能够清净真理 那恰恰是爱他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基督徒当然是应该要有爱心 那么到底是爱这个人摆在前面呢 还是爱神爱教会应该摆在前面呢 当然是爱神爱教会应该要摆在前面 最大的诫命我们都知道 就是爱 首先呢 是爱神 其次才是爱人如子 所以保守神的教会啊 不受错谬的毒害呢 远远要重要过保护一个人的面子和感受 不受到伤害 另外有一些人会说呢 人家虽然有点错 但他也有他贡献的地方啊 我常常听到人对一些假教师会持这样的态度 他们会觉得这个假教师讲的也不是全错啊 他也有他讲的一些对的地方 也有一些造就一些人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批判他呢 对此啊 这个十九世纪的莱尔主教是这样评论的 他说 小心不要以为一个宗教老师 虽然持有一些不健全的观点 但因为他教导很多的真理 他打引号 因为他教导很多的真理 故此他仍然值得信任 这样的老师正是那个会伤害你的人 逐次逐次把小量的毒药混合有益健康的食物 往往是最危险的 小心那些教导和支持错误教育的人 不要被他们表面的热忱所欺骗 请记住热心真诚和热情 并不能证明一个人是在为基督工作 以及值得相信 他的话语结束 我在朋友圈发了这段文字的截图之后 有位弟兄私信给我 他说有点困惑 所以问我 然后接下来是他的原话 他说 但是没有人可以完全正确 我们每个人不过是人 对神的认识都有缺陷 除了基础性奠基性教义 我们不太可能保证任何两个人之间具备完全相同的认知 接下来他接着说 他说 我想我们只敬拜神不敬拜人 自然就不会把一个宗教教授说的一切都当成真理 他这个话呢 前半段是求教 后半段是论断 他以为我迷信权威 所以把来而主教的话当作绝对真理而走极端了 这个就是我常说的 当你不能够理解一个人的思想的时候 你会尝试从你的认知框架下去解读他的这个行为 而你的这个认知框架下呢 缺乏了一些理解对方思想所需要的模块的时候呢 你会用你已有的思维模式去试图去解释 这个时候呢 就形成了对对方原意的一个扭曲 这个扭曲呢 一般不会是美的 而多半是丑的 也就是说你误解一个人的时候 你一般不会把对方想得更好 而多半是把对方想得更坏 这个呢 是人性如此的 之后呢 我给这位弟兄回信的时候 我就给他解释了他缺了什么 他的思维模式里面呢 他缺乏反合性的思维模式 圣经中有许多重要的教导 都是有反合性的 就是说看似相反其实是相合的 比如说 基督徒需要不需要持守真道呢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是需要的 那么基督徒能否完全正确呢 肯定是不能的 而这两者呢 要同时成立 而不能够互相抵触 我们不能够因为基督徒不能完全正确 而否认基督徒拥有持守真道的责任 然后我教给这个弟兄一个办法 怎么样来识别他自己的观点 是否合乎真理呢 就说你假设你的观点是对的 然后顺着你的思路 思考下去 看看会不会出现明显的错误 错误的结果 我就给他说 比如说你是个传道人 你的教会里面有人传异端 你批评纠正他的时候 他说你又不是完美的 你也有错 他说的是不是依据绝对正确的话呢 是的 他说的这句话呢 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你可以因此就容忍他 在你教会里面传异端吗 绝对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一旦容忍他 你就背弃了持守真道的责任 所以你就知道呢 虽然基督徒不是完美的 但是呢 基督徒面对他人的错误的时候 他仍然有批判这个错误 为教会持守真道的责任 尽管他的批判 有可能是误判 他还是有这样一个责任 因此呢 拿这个批判者自身的不完美 来反对批判错误 这个呢 是不合乎真理 所以我指出别人错误的时候呢 我被这样怼过多次 好在对方呢 不是我们教会的 所以我也不用怼回去 因为呢 我们指出这些问题呢 目的是为了是造就对方 如果对方不愿意被你造就的话 那是OK 不用怼回去 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赢的炒价 没有人是完美的 这一点我们都可以有共识 没有人的神学理念是完全正确的 即便是我最尊敬的一些传道人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我认为他们的认知的满点 我知道的 但是呢 我仍然尊重他们 向他们学习 我自己也一定会有我的满点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从传道者的这个本身而言 他应该要尽力的避免错谬 尽量的归正 这个是一个爱真理的人 应该要做的事 所以知道人的有限 和容忍明显的 基要真理的错谬 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码事 因此呢 我事先声明 我本篇讲道当中 讲道的错谬啊 我不是指一个真教师的一些小错误 而是指假教师的 关键性的错误 那么我打一个比方 如果一个厨师 这个厨师的手 他是不是干净的呢 他可能他洗过手 但是呢 他的手呢 一定不是像真空一样的干净 我们也不用去指望这个 但是如果有一个厨师 你看他刚挤过鼻涕 然后呢 他就给你做饭 你当然要远离这样的人 远离这样的饭店 这是不用说的 对不对 会不会有人去辨解说 别的厨师的手 也不像真空那样干净 这样的辨解呢 毫无疑问 是强识夺理 是应该直接忽略 那么明白这一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莱俄主教啊 他并没有高举他自己 他并没有说他自己绝对认却 他只不过是在提醒 大家要小心 随忽略 而这样的提醒呢 其实是很必要 又很稀少的 当然是非常有价值 所以这个对 对这个分辨的忽视 对错误的漫不经心 究其原因呢 是对错误的严重性 和危害性 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而这样的背后呢 可能还有缺乏 属灵征战的意识和心理准备 那么我的这位弟兄呢 他是一位比较年长 信主也多年的弟兄 他在教会里面呢 也有一些教导的工作 如果这样的老基督徒 他都没有一个 要警醒分辨的观念的话 你可以想象 在华人教会当中 关于分辨的教导 是何等的缺乏 这个呢 我绝对是没有乱批评的 我给大家一个 很现实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英文名的假教师 我要搜他 有哪些的明显的错谬 很容易的 我在网上一搜就搜到 而一个中文名的假教师 你要在网上 搜到他的错谬教训在哪里 则要难得多 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因为华人中 比较缺乏的一种人 就是专门味道的人 而华人喜欢一团和气 你好我好 大家好的这种文化 也决定了华人 比较难出味道的人才 所以我上周讲了这个 征战之路啊 本来没有想要讲今天这个 分辨之路 但是刚过去的周五 跟这个弟兄的对话呢 让我深有负担 我觉得还是需要 讲一下这个分辨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分成几个小点来讲 第一点哈 我要说什么呢 分辨呢 是基督徒的天然的能力 基督徒他本来他里面 就是天然有这个分辨能力 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第四第五节 主耶稣说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也就是说主的羊 就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能够认得什么是主的教导 也能够认得什么不是主的教导 这个是他们本身 就具备的能力 就像是羊认得自己的主人一样 约翰一书章二十七节 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是由主的恩高 在房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所以有些极端的人 就会拿着这段经文说 你看不用听人的教导 我单单从圣灵领受就可以了 但是这段经文 是不是在说 人可以不需要人家查经 不需要神学 不需要查稿资料 只需要单单从圣灵领受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牧师和教师 也不需要存在了 个人自己 单单从圣灵领受不就得了 但是呢 神赐下牧师 赐下教师 就是要使用他们来造就教会 可见呢 这些经文呢 不能如那些人 那种极端的解法 解释经文呢 是不能够脱离上下文的 所以你看 往上看一节 一二十六节 老约翰呢 直接就把他说 这一节的原因就说出来了 他说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在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节 老约翰说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二十节和二十七节都提到恩膏 那么解经的时候呢 这种不常见的词语 应该要能够引起你的注意 这个中间夹带的信息呢 就是本段的重点 这个恩膏是什么呢 这恩膏就是圣灵 二十节和二十七节之间 所说的是当有错误的 错谬的教导 领导教会 乃是初代教会的异端 诺斯底 他们不认圣子是神 而老约翰要强调的 就是这里的二十三节 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所以你在明白这个上下文之后 你再回到二十七节 老约翰说的是什么呢 老约翰说的是 当这个错谬临到你的时候 其实是不需要别人来教你的 圣灵在你里面会提醒你 为什么呢 因为圣灵正式来见证 圣子是神的 所以你一下子就知道 对方所传的不对了 事实上呢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 所经历的呢 也是如此 有些危险的错谬的教导 临到你的时候 一个基督徒啊 他的 他可能知识上 无法分辨清楚 到底错在哪里 但他灵里面 他灵里面 他知道有危险了 那个呢 是圣灵的提醒 保罗华许牧师 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讲到 当他甘信主的时候 有一次呢 在街上遇到异端的宣教士 给他 试图给他传教 那时候呢 虽然他还搞不太清楚 这些异端什么的 但是他灵里面呢 感受到一个极大的危险 心里面有个声音 提醒他赶紧跑 所以呢 他赶紧一阵狂奔 跑了好几条街 才敢停下来 当时呢 他作为一个小基督徒 他还不明白 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 对他门徒训练的弟兄 告诉他 这个是神在保守他 他心里面的那个声音呢 是圣灵的提醒 因此呢 我们这些基督徒啊 我们所需要的 首先还不是各种各样的知识 来帮助你分辨 我们首先需要的是 有这种分辨的这种意识 而我们一旦有这种意识 这种警戒的意识 圣灵会帮助我们分辨 因为这个本来是我们基督徒 与生俱来的能力 我说的这个与生俱来的生 不是指肉体的生 而是指重生的生 一个重生的 有圣灵内部的基督徒 他本来就有这种辨别的能力 但是呢 有许多错谬的观念 如我起先说的那几种 他会拦阻这个基督徒去做分辨 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打破那些错误的观念 我们开始操练 神给我们的分辨的能力 圣灵呢 会帮助我们辨别 同时我们的分辨的经验和知识 都会长进 那么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 分辨方向的不同 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 可以为我做见证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主的羊的特点呢 是他认得主的声音 他听主的声音 而且呢 也跟着主耶稣 而那些听假教师的呢 他们会跟着假教师 这个两拨人啊 道路是全然不同的 是截然相反的 当然了 假教师呢 是不止一种的 假教师是有千千万万 他们的道路也有千千万万 但主耶稣的十架载路 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是唯一的救赎之路 我们反复的说过呢 圣经是非常强调道路的 不同的道路 会通往不同的结局 因此呢 我们如果对道路敏感的话 我们清楚的知道 什么是唯一的 救赎之路的话 我们会非常的警觉于 方向的不同 以赛亚书55章第十十一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沙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一个人的言语呢 是他的内心的表达 他不会是一个 漫无目的的表达 因为不是神经命 神的话语呢 他不是白说的 神的话语呢 他是要带出神的旨意来的 他是有一个明显的方向 而顺服神的话语的人呢 他生命的方向 就是朝着神的话语 所指向的方向 是非常清晰的 这方向性是非常明显的 同样的假教师的话呢 他也不是毫无目的的 他说话的背后呢 有一个清晰的动机 他要将人引到 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上去 所以呢 当撒旦 他借着假教师 来拜坏人的时候呢 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 而这些假教师呢 他们口中也会讲圣经 那么真教师也讲圣经 假教师也讲圣经 你怎么去分别出 他们的不同来呢 区别就在于 这个引导的方向上 真教师讲圣经的时候 他是要沿着神的 原来的意识的方向讲解 是要带领人去顺服神 行在神的旨意中 而假教师他引用圣经的时候 他是要将人 带往别的方向 而不是神的方向 那么他的这个方向 和他引用的这个圣经的方向 有一个明显的冲突 怎么办呢 他要通过扭曲那一节圣经的意识 来把人引向他的方向 所以呢 有两个方法可以把他们认出来 第一个呢 就是方向 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啊 他说因为什么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期待呢 他接下来要说出来一个 所以什么什么 同样的 当一个人引用一节经文的时候啊 相当于是在说因为 你可以期待他接下来要说出 他要引你去的方向是什么 那个就是他的所以 那个就是他引用这节经文的目的 因此呢 首先你要关注他这个隐藏的所以 到底是什么 他要你得出的那个结论 到底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先忽略掉他的一大堆逻辑的过程 先分析一下他的这个结论的方向 是不是主耶稣的方向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可以知道呢 他前面讲的全部都是歪理 还有一种隐蔽的错误的方向 值得一提啊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信了别的宗教 比如说信了佛教 那么他的道路啊 是明显的和主耶稣的道是不同的 那么这种错误呢 是很容易识别的 但是呢 有一种错误的方向呢 是很隐蔽的 这种错误的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人本身原来的 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向 也是通往灭亡的 魔鬼并不需要将人引上什么特别的道路 去使他灭亡 魔鬼只要拦阻这个人 走上那条得救的道路 只要保持这个人 留在他原有的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向上 他就是一个灭亡的人 所以啊 所有的异端当中啊 最危险的还不是那些有明显的教义错误的异端 最危险的是鸡汤化的基督教 因为他们满口圣经的术语 他们网站上的信仰告白也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把人引上的方向不是神价宰路 而是传讲一种人本的宗教 在这个人本的宗教当中 人成了那个真正的重点 神成了那个围绕人传的卫星 来服侍人的私欲 使这个信徒呢 从一个本来自我中心的人 变成了一个仍然自我中心 但是多了满口基督教术语 同时多了一个假神来服侍他的人 那么这个人 他信主前和信主后 他的生命的方向是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的 马照跑 舞照跳 正是这种不变 使他察觉不到自己是走错路的 而一个走在十下载路上的基督 他是清楚的知道 那种从自我中心 到以基督为中心的 方天覆地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那个正是他得救的标记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从前的他了 因此呢 一个身上经历过这样 方天覆地的变化的人呢 他会非常敏感于那些身上 生命没有方转的人 他会很敏感于这一点 接着呢 我们讲出 这个认出这个假教师的第二个方法 因为假教师他要误导人往错误的方向去的话呢 他就一定需要扭曲圣经的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通过呢 对正统的试经法的学习呢 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看出假教师的这个解经的错谬 所以如果你看穿了一个胡乱解经的教师的时候呢 不管他是故意要做假教师来教错谬呢 还是他个人水平的局限而教了错谬的东西呢 他和我前面说的那个 GPT的厨师是一样的 这样的人呢 你是要避开他 所以这些假教师可能是比较中向啊 我给大家一个一个例子啊 一个常见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寇门就给你们开门 那么假教师会教你抓住神的应许啊 加引导抓住神的应许 他会说神的应许你相信吗 祈求就给你们 你想要跑车吗 你想要成为大富豪吗 你就像大胆的向神求啊 想要什么你要说出来 他们说这个叫做 You name it You claim it 你奉献一百块钱上来 你要凭着信心宣告 神一定十倍的赏赐给你 那哇那些假教师的假会众 就会群情鸡鸡 像打了鸡血一样的阿妹阿妹 他们把这个当做信心大 把这个当做抓住神的应许 那么我们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反证法的方法 我们假设他讲的是正确的 我们顺着他的思路看看 他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我们看看啊 跟随如果按照他讲的那种 我们跟随基督是不是最后靠着这些 所谓的信心的宣告的操练 我们所谓的假的啊 所谓的信心宣告操练就能够达到房市发达 诸事平顺 物资充足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假设是的话呢 你在对照主耶稣 你在看众位使徒 他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呢 你就发现了完全不是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人呢 是要带你去另外一个方向 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三到第五节 保罗说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敬前的道理 他是至高至大 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 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 纷争 毁谤 并那坏了心术 失上真理之人的真净 这些人为什么喜欢真净呢 因为你要说他不对的话 他肯定要跟你真净 保罗后面还有一句 他们以敬前为得利的门路 所以传错谬的人呢 常常有一个特点 他是为了要谋他自己的私利的 他以敬前为得利的门路 所以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 圣经的话语呢 是能够护卫我们的 我们立刻就可以知道呢 这个假教师所教的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假教师的这个解经方法 他是把这一节从上下文中抽离出来 对接上自己的私欲来解释 神为有求必应 要什么给你什么的神 我告诉你要什么给你什么 那个是路边的零食贩卖机 那个不是神 我们从这一节的上下文当中来看 我们看到什么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 主耶稣在讲什么呢 他在讲两样的良气 两样的门 两样的路 两样的果树 两样的根基 所以很明显他在讲什么 他在说救恩 救恩将人分成两类 得救的和不得救的 所以主耶稣这里所说的 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我们就给他开门 指的是救恩 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一节讲到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这个好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对照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的平行经文 我们就可以得出答案 这个好东西是圣灵 得着圣灵就是得着救恩 所以这个就印证了我们刚才前面的分析 这个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开门的 指得正是救恩 因此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假教师 他是在断章取义 胡解圣经 那么我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 既然他是胡解圣经 为什么有人要听他呢 如果你是要敬拜神的话 你难道不想要敬拜真神吗 你既然花时间 花金钱 花精力 来教会 来听讲道 你为什么还心甘情愿的 要花在胡说八道的人身上呢 所以基督徒啊 你得要防省 到底为什么你喜欢听那些 肤浅的 不严谨的 甚至错谬的讲道 是不是因为对方迎合了你 内心中深处的某种私欲 这种逻辑呢 局外人看呢 是非常清楚的 而身在陷阱当中的人呢 是看不清楚 这种情况下 能够反思的人 都是有着十字架印记的人 他能够从这种陷阱中走出来 而没有十字架的人 他会陷在其中 无法逃脱 那么接下来我讲第三点 要分辨食物 当然我 我说的食物呢 是加引号的 我说的食物呢 当然不是指真正的食物 而是指属灵的食粮 基督徒应该要学会分辨 哪些属灵的食粮是有益处的 正如旧约的时候啊 神指示以色列人 哪些生物呢 是洁净的 可以做食物的 哪些生物是不洁净的 不可做食物一般 有些甘信主的小基督徒啊 比较拘泥于猪肉能不能吃 之类的这些问题 那么对于这些什么什么 能不能吃的问题啊 我们应该要用以经解经 就是用整本圣经的 总原则来解释 这样的问题 对于食物的洁净问题啊 最最首要的原则呢 是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十五章 十六到二十节的话 我给大家读一下 耶稣说 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防禄口的 是运到肚子里 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狗和 偷盗 妄振 犯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却不污秽人 主耶稣这个话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食物呢 是不能够污秽人的 能够污秽人的 是人心里面发出来的意念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圣经中所说的这个污秽与洁净 神的心意在哪里呢 在于属灵层面 而不是在生理卫生的层面 所以呢 基督徒呢 不用拘泥于猪肉能不能吃 猪肉是可以吃的 而是呢 要学会分辨心思意念中的 洁净与不洁净 学会分辨你所听到的道理 人们的这些话语 人的这些理论 它是洁净与不洁净 这个呢 也是为什么加尔文说 未经过福音的眼光 审视的思想 你不能够让它进到你心中去 因为那个呢 是会污秽你的生命 那么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啊 神在旧约里设下这些 洁净不洁净的礼仪啊 他其实是训练他的子民 借着对这些食物的分辨 学会呢 用属灵的眼光来分辨事物 猪为什么不洁净呢 因为猪他吃污秽的食物 他吃垃圾 而且是喜欢吃 那些无灵无刺的鱼 如猫鱼 他为什么不洁净呢 他是活在浪泥当中的 他以淤泥为食物 而且他身上没有灵片保护他 他是很容易受病菌的清洗的 所以呢 他也是不洁净的 所以同样的 对于错谬和正确 不加分辨的 通通吸收的人 也是和猪一样的 是不洁净的 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的心意 神喜悦我们从正确的来源 来吸收属灵的粮食 合乎圣经的为洁净 不合乎圣经的为不洁净 耶利米苏15章19节 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归回 我就将你再带来 使你站在我面前 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 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 他们必归向你 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基督徒若学会分辨宝贵的和下贱的 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就可以被神使用来 作为神的话语的出口 来为他人提供属灵的食物 活西尼德人呢 是不能够真正成为神的仆人 但是呢 许多基督徒的这种分辨的意识不强 根本原因啊 就是在于认识不到 这个错谬的危害的这个严重性 可是圣经中明明是屡次的警告 为什么那么多人就看不见呢 这个也是我常常感慨的一个地方 食物会影响人的健康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人吃了坏掉的东西就会拉肚子 同样的不洁净的属灵的食物 会影响人的属灵的健康 如果只是拉肚子的话 有的人可能也不在乎 但是呢事实不止于此 食物的不洁净呢 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致死的疾病 如这个比如说这个煤变的花生 它所携带的这个黄曲煤素 可以导致胃癌和或者肝癌 同样的 错谬的教导 它所带来的呢 不只是对你属灵生命的一点点影响而已 它严重的是可能致死的 多年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团庆呢受到这个灵恩运动的冲击 有大量的姐妹被拐走 我着急之下呢写了一封比较激烈的信 给他们指出灵恩运动中的一些错面 当时呢有一位同工的妻子 他给我回了封信 明显呢是比较生气了 但是呢那位同工弟兄是稳得住的 所以呢后来他妻子呢 也停止去参加那些极端灵恩的聚会 之后呢有一次我跟那位姐妹私下聊天 我问她是为什么没有再参加那些灵恩聚会的呢 她告诉我说啊 他们在那些聚会当中听到的那些道理 很多是乍一听貌似正确 但是呢仔细琢磨总觉得哪里不对 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是吃一碗饭 但是呢里面有很多沙子 你如果去一个饭店吃饭 他老是拿这个里面有很多沙子的饭给你吃 你下次还会去吗 你肯定就不去了对不对 所以你看他不是辨别不出来的 而是因为呢 他的起初呢 他的私欲受到一些东西吸引住了 所以呢在面对我的警告的时候呢 他的第一反应是生气 但是等他冷静下来反思之后呢 其实他自己是能够发现不对的地方 那么这位姐妹呢我们是捞回来的 但是呢还是很多姐妹被拐走了 那件事情中啊 如同我们团戏以前遭遇的许多冲击一样 在冲击当中容易被拐走的 常常是单身的姐妹 或者是已婚 但弟兄不太追求的姐妹 所以临界的事情的规律啊 其实是很明显的 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那么有一些人呢 他看到食物发霉了 他舍不得丢掉 他把那块削了 继续吃剩下的 在属灵的事情上呢 很多人也是有类似的观念 他们喜欢某某传道人 尽管你跟他说 那人哪里哪里不对 他就会回复你说 谁又没有点错误呢 然后呢照听不误 他们非常的自信 就像那些 削掉发霉一半的苹果 接着吃的人一样 他们想这个发霉的一部分 削了就行了 剩下的看不见霉菌 应该没有问题 那么谁说 那对你有害的霉菌 一定是你肉眼能够看见的呢 谁又能够保证 你听见一位假教师的教导 一定能够发现 并且能够识破他的错谬呢 那么假如你确知 吃了发霉的苹果 必死无疑 或者说跟了假教师 必灭亡无疑 你还会继续去吃 那个发霉的苹果 和听那个假教师的讲道吗 我想应该是不会的 而且呢 如果你知道有多严重的话呢 你也不会嫌弃 提醒你的人是多事 或者没有爱心 所以啊 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 对分辨的教导的忽略 关键原因 就是在于对属灵征战的无知 和对错谬教导的危险的无知 我们如果对错谬的教导的危害 有足够的警惕的话呢 我们就会对那些明显的传错谬的人 也会有足够的警惕和弃绝 除了分辨食物的捷径与否 我们也分辨这个食物的输送渠道的捷径与否 为什么拿手挤鼻涕的厨师 我们要嫌弃他呢 因为他的器皿不捷径 他不能够让我们放心 他能够提供卫生的食物 同样的网上呢 有很多上布假消息的人 但是很多基督徒也不在乎 还是看他的消息 他们的理由是呢 虽然他发了一些假消息 但他还是发了很多真的消息啊 我告诉你 最危险的谎言啊 不是十句全错的谎言 而是九句真话 加带一句杀伤力巨大的假话 世人可以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基督徒你必须要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 就是在不分辨信息渠道上 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你想想看 如果说我们现在来复盘一下 魔鬼来诱惑夏娃 夏娃明明知道这个是魔鬼了 那么最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抵挡他躲开他嘛 对不对 而不是在那里跟他去对话 不要对自己太有自信 而亚当夏娃呢 他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防备意识和觉悟 所以他们接受了魔鬼的信仪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 做出了导致人类死亡的决策 你说如果夏娃当时直接走开 不就没有后来这么多事情了吗 所以基督徒啊 我们必须吸取这样的教训 你明明知道一个人会有意的传播 在说错谬的情况下 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避开他 而不是把自己放在那种试探当中 你不要太自信你自己的这个判断力 在教义上或者生命上 有明显重大错谬的传道人或者平信徒 在他真实的悔改发生以前 基督徒应该毫不犹豫的丢弃他 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一节 他这样说 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 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 若是这样 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 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 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 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 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所以保罗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明白 他不是在讲那些外邦人或者异教徒 因为如果要那样的话 我们只有离开世界才不会接触到那样的人 保罗说不是的 保罗说他要他们提防的 是装使那些自称为基督徒 但是有明显的教义的错误 或者有明显的生命的问题 而不悔改的人 这样的人连与他吃饭都不可以 你说保罗是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不是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可以有多严重 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分辨是基督徒的本能 也讲了我们要学习分辨方向 学习分辨我们的食物 以及这个食物的渠道 那么我们最后我讲一点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体察神的心意 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分辨 因为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 你就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神对于分辨的态度如何呢 毫无疑问 神是非常看重分辨的 神喜悦他的子民懂得分辨 因为他自己呢是独一的真神 除他以外呢别无真神 他也恨恶一切敬拜假神的人 一切随自己施意敬拜的人 是和敬拜假神是一样的 那么神为什么要启示他自己呢 他就是要得着一批属他的子民 而这些属他的子民呢 是真正的按照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 而不是一般谁施意敬拜 却自以为敬虔如该隐一般的人 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与神同心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恨恶一切的假道 因为神恨恶假道 我们喜欢真理的话呢 就应该不喜欢不义 我们认识真理的同时呢 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分辨错谬 而那些抓着错谬不放开的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们对真理的认知是模糊的 这个呢当然不是神所喜悦的 而这个严重性呢是远不止于此 那么有多么严重呢 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一开始读的这个经文 格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我再给大家读一遍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像基督所存 存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乱它也就罢了 我们先看这个第四节 我们道着来讲 先看这个第四节 另传一个耶稣 另受一个灵 另得一个福音 这里的另呢 原文用了两个词 另一个耶稣这里用的是Alon 另一个灵和另一个福音 这里用的词是Heteron 这个两个词呢 都是其他的不同的意思 有的时候呢 可以交替使用 这个Alon的意思呢 就是说是另外一个的 不同的 而这个Heteron呢 指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类型 Different type 这种不同呢 是本质的不同 是意志的 这个Heteros这个词根呢 就是意志的意思 比如说英文里面的Heterosexuality 就是异性恋 而这个这里的这个 另一个耶稣 另一个灵 另一个福音 很明显他们是冒牌货 但他们这个冒牌货呢 是配套出现 那么我请你来思想一下 另一个福音 它对接上真正的圣灵可以吗 或者说另一个灵 它对接上真正的耶稣 有可能吗 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真理和错谬 耶稣基督和撒旦 是无法相合的 所以这个活性尼啊 是无法活到一起去的 所以当人领受 错谬的道理的时候呢 他是在领受那 另一个灵 被引导向另一个耶稣 这个呢是灭亡之路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而他们的这个整套系统呢 是和耶稣基督圣灵福音 这样的真救恩系统 是完全是抑制的 就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从起初就警觉的话呢 我们是不难察觉 这里面的问题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从起初 就容忍着错谬 一点点侵蚀你的信仰的话 最后会发生什么呢 你的良心会渐渐的麻木 你会渐渐的失去警觉 而最后全盘接受那套 意志的信仰 接受了那另一个耶稣 另一个灵 另一个福音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这个第四节的这个翻译 它是略是精准的 这里最后的半节呢 翻译成 你们容忍他也就罢了 好像保罗在说啊 就算你们接受了另一个耶稣 另一个灵 另一个福音 也可以忍受一样的 怎么可能 是可忍受不可忍 这都能忍的话 还有什么不能忍耐的 这个当然是不能忍耐 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说他这里的翻译呢 是有一点点误导性的 保罗在加拉太书 第一章的第八第九节 他说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保罗说了两遍 以示强调 可见呢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四节这里呢 绝对不是说 如果那些事情发生了 那就罢了 算了 不是的 绝对不能算了 这一小段的原文之意呢 是你们很好的接受了他们 所以整个第四节呢 保罗只是在陈述一个假设 如果有人来传 另一个耶稣 让你们另受一个灵 另得一个福音 你们却很好地接受了他们 那么这个第四节和第三节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第四节是对第三节的解释 第三节这里保罗说 我只怕你们的心 或偏于邪 失去那像基督所存 存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鬼诈 诱惑了夏娃一样 也就是说 那些信另一个耶稣 另受一个灵 另得一个福音的人 他们是心偏邪了 他们失去了 那像基督所存 存衣清洁的心 正如当年夏娃被蛇欺骗一样 而这个三四两节 加起来呢 是对第二节的解释 第二节保罗说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 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 真结的童女 献给基督 这个三四节 是保罗对他的愤怒的解释 他为什么愤怒 他说他发的愤怒 是神的愤怒 那么神愤怒什么呢 保罗说 因为我曾把你们 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 真结的童女 献给基督 旧约当中啊 常常把人和神的关系 比喻成妻子和丈夫的关系 人在信仰上对神不忠诚 敬拜假神 或者是随己意的敬拜 在神看来呢 都是属灵的淫乱 旧约当中呢 称这个行为呢 称为行邪淫 所以你看 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事情 一些人 自表谦卑 自以为敬虔的在那里 敬拜他们的假神 神说他们是行邪淫 这个话是很重很重的 基督徒但凡有仔细的去思考一下 这个词的严重性的话 就不会对错谬的教导 轻慢的接纳 传道人的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要教导人要忠于神 像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一样 因此呢 圣经中 另外一个常见的比喻呢 是婚礼 基督徒呢 像新娘等候新郎一样 等着见主耶稣的一天 等着这个天上的 这个羔羊的婚宴的一天 那么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当中 婚礼前呢 新郎和新娘是要分开不能见面 因此呢 这个新娘呢 会失念可慕他的新郎 但是呢 他必须要忍耐等待 而这个新郎的朋友呢 就是傍郎 他要替新郎去出动 他负责呢 要把这个新娘完好无损的 接到这个婚礼上来 所以传道人呢 就是像这个傍郎 他负责将神的教会 按照神的吩咐 往好无缺的 带到这个神的 基督的面前 所以当别人问施洗约翰 是不是基督的时候呢 施洗约翰说他不是的 那么他的角色是什么呢 他的角色就是傍郎 所以他这样回答 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 他说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 听见新郎的声音 喜乐 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傍郎听见新郎的声音 他喜乐什么呀 听到新郎的声音 意味着他这个傍郎的任务 完好的完成了 现在呢 这个婚礼的焦点呢 是新郎和新娘 这个傍郎呢 他终于可以relax 他可以放松下来了 他可以安静的 享受这个婚宴的喜乐 那么我们现在换上一个 迎亲的场景 这个傍郎去接这个新娘去了 带着整个迎亲的队伍 往这个新郎所在的城市去 但是呢 因为路上是长途 路上呢 要在客帐下榻休息一下 那么这天夜里呢 这个新娘在房里 思念新郎 可慕她 日日失君不见君 正是相思之苦的时候 突然从窗户跳进来 一个黑衣人说 我就是你的夫君 相信他吗 当然不信啊 这明显是假的嘛 对不对 约翰福音十章第一节 主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人进羊圈 不从门进去 到从别处爬进去的 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所以假冒的耶稣 假冒的圣灵来的时候 他们的道理呢 一定是不合乎圣经的 这个呢 就是不是从门进来 而是从窗户跳进来 那么现在呢 这个新娘 她有两个选择 一个正确的选择 是用她手中的宝剑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的剑 就是圣经 来把这个黑衣人 给她赶出去 但是呢 她还有一个错误的选择 就是万一这个新娘 是淫妇的话 她放下她的武器 把圣经丢一边去 就跟她亲了吧 假装她是新郎 那如果这个新娘 口称爱新郎 却跟这个贼亲了 她是忠于她的父亲的吗 忠于她的丈夫的吗 当然不是的 所以这个逻辑很简单 这个新娘她在亲了之前 她最起码她要先认清楚 这个真的是她的丈夫才行 所以这个分辨呢 是必不可少 那万一这第二种不正常的败坏的情况发生了 这个负责接新娘的伴郎 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她受她的好友的重托 去帮她好友接新娘 结果路上这个新娘 给自己的好友戴了绿帽 她要怎么去跟她的好友去交代 你可以想象她是何等的怒火中烧 你更可以想象那个新郎是何等加倍的怒火中烧呢 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所发的愤怒 正是这样的愤怒 这也是神的愤怒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传播和领受错谬 是何等的惹动神的愤怒的时候呢 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自然会谨守警醒 我们自然会学习分辨 我们自然会谨慎听取传道人的警告 而不会轻慢的忽略 而我们靠着圣灵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等候主的在灵 正如新娘守住自己的真结 等候丈夫一样 是门主喜悦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分辨真道假道 是真基督徒与生俱来的能力 这个生呢 指的是重生 第二个呢 我们要学习分辨方向的不同 因为实价载路呢 是有一个清晰的方向 第三呢 我们要学会分辨我们的属灵的食物 从一个正确的捷径的渠道 去领受属灵的食物 最后一点呢 我们要体察神的心意 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分辨 主的喜悦 是我们如此行的全部动力 愿主帮助我们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主你的话语 我们凭着主你的话语 我们能够明辨是非 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圣灵宝慧师 主啊他住在我们的 主啊!